阿南尊者在他出家的一生当中 最足得大说特说的 其中的一样就是 请佛卑弥令比丘尼出家 其中特别是基坛密 摩额菠射菠提 乃是耶稣陀罗 那么这些眷属知道佛已经正道成佛 他放弃了尊贵的王宫的豪缩的生活 而弃家出走远离王宫 打着赤脚一路走到佛陀住的地方来 但是佛长时间的避而不见 都说往佛以来 女人不得出家 或者佛母等等 她们可以受五戒 受十善戒 八观哲戒 或者在家佛杀戒 就在家修行也可以得到 那当然 居坛密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他一定要在如来前出家为你 阿难尊者每次看到居坛密赤脚左路 举起脚来 脚底都是泡 都是流血 他就打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跟惋惜 跟疼惜 那换句话说也是他的姨妈 一再地跟佛请求 佛一再地说往佛以来 女人不得出家 那最后呢 被阿难再三地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如来就说 若我令女人出家 我这正法将要减损 好 这是说尽了 还没有 又另外一次 佛母紧追不舍 阿难又追问 如来您说 又问了三次 第二次说 佛陀你说 女人出家减损正法 我真的是不了解 他说女人烦恼重 女人欲重 女人会坏佛的六合合 因此令我正法减损 这是第二次 又到了第三次 那佛干嘛不一次说满呢 佛若一次说满 如何取信于众生 又到了第三次 那阿难尊者又再穷罪不舍 你说减损正法 这怎么可能呢 众生 佛你的慈悲 把一切众生都当作一个儿子 何况养育之身的 佛的姨妈 你想看 你从小谁把你养大 谁把你喂奶 你想想看 佛你怎么可能不恋 姨妈对你的养育之恩呢 佛当然是圣神感动 佛怎么可能不感动呢 那最后到第三次 佛就说了 若令女人出家 我这正法将减损五百年 佛就说阿难尊者 我还没有答应女人出家以前 我要求 除非佛的姨妈 能够实行出家八经法 否则一切都免谈 那阿难尊者说 请佛说 请佛开示 什么叫八经法 第一件事 女人的出家的税吏资格 到生辣百岁 也就是出家一百年的比丘女 遇到了刚替度 受戒的出家男众 都要迎请顶礼 请出受戒的比丘请坐 请坐什么 请上座 生辣百岁的比丘女 下座 下座就是坐在下方 合掌地听教诫 第二件事 不得立骂 不得毁谤比丘 八经法第三 比丘女不得举比丘罪 说其过世 比丘可以举比丘女罪 八经法第四 于大声中 受大戒 也就是比丘女戒 什么是大声 就是声中的上手 声中的大德 受比丘女戒 这条看起来是中庸 而且是必然的 八经法第五 若犯生残 应在恶部声中 半月行摩那多 就是忏悔环境 八经法的第六条 半月半月 当从声中求教授人 半月 半月一是指白月 就初一到十五 另一个半月 就是黑夜 就是十六到三十 或者二十九 做什么用呢 就是行忏悔法 令所患的戒 在声中表白 以大宗前作忏悔 求教授人是什么 求主持 在这个大戒中主持 来说这个戒 这开遮此番 哪个地方可以开 哪个地方应该遮 什么是指授辞 那你授辞当中 什么开什么遮呢 那换什么呢 那就在声中说明白 然后忏悔三遍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宋节中都会练 往昔所造诸儿业 皆有无始贪春之 从心以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那声中求教授人 主要是什么意思 第一有神通 第二 能知戒律 第三 以戒以得解脱 那么这种教授人 才知道 他到底是患在哪里 或者你忏悔了 有没有清净 那如果你在声中忏悔 你还有保留 或者忏悔不干净 那这个戒还是破了 那没有神通 或者没有得到戒解脱人 他怎么会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霸净华的第七条呢 是不得在无比丘处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比丘尼不可以离开 比丘眼睛的世界 不能离得太远 离得太远呢 比丘没有办法平定 比丘尼 他的戒有没有犯 他的修行 有没有进入正道 特别是截下安居的时候 截下安居指的是 从4月15号开始 一直到7月15号 整整三个月 印度在这个时候 进入雨季 路上泥泥 升南下坐 再来 就是雨水与洪水弥漫 那么升入射期中 会有危险 会有危险呢 可能危及到生团的安全 这时候 急重结局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令在家人 得容易一处供养 比如说 500个生人在这个地方 截下安居 那么在家人就 准备了500份的 供养跟供品 而不需要到处去供养 所以令在家人 集中一处容易供养 八经法的第八条 安居经应于比丘生中 求三过自事件 自事 三过自事 什么是三过呢 这件有过 文有过 或者疑有过 必须要在生中 求指正跟教授 那这是指节下山居以来 这三个月所见所闻 或者起什么 怀疑吗 是的 这叫三过 那必须要在生中表白 那假如这样子 那这三个月的安居 由于建了什么事 我听到什么 而有所怀疑 那这三个月的安居 是不是白过呢 不会 假如有经验的比丘 有解脱的比丘 那经过自事 自事的自我发入 那么生 解脱生 为其解说 为其导引 为其开则吃饭 令其矫正过往 那这个时候 就恢复原初 复戒如初 佛在世都以戒为师 离戒 没有比丘跟比丘女 离戒也没有三宝的 第三宝叫生宝 离戒之外呢 佛法也不能维系 以三宝不全的原因 那么维系 一个整个僧团的修行 正道解脱 都完全是用戒 如整个礼教 如乳教 必须要用礼来治国 上至 君臣 国王将相 下级俗名百姓 离开那礼 就没办法治国 而这个礼呢 君有君的礼 那 臣有臣的礼 那君代臣呢 要用礼 那臣 臣是君呢 用敬 要用臣 所以各有不同的礼 什么是比丘尼及八经法 只有他们才知道 为人不得而知 但是 就真的是 比丘界 威胁生团于不罪 就是比丘尼 及八经法 威胁 尼斯团于 生团不多 这样无论古今中卫 都是如此 所以 佛说 除非 姨母 佛姨妈 修八经法 后来 他们都答应 那佛 就 为他们举行剃度 才 完全地出了家 那至于在这个地方 要说 为什么八经法对 或者如来所说的 政法减损五百年 是不是真的 这无从辩论 但是呢 从 如来密度算起 那阿难尊者指出 将近一百多年 到了第三祖 桑纳和修 阿难把新灯传给三祖 桑纳和修为之 这 五百年后 当然一百年后就有 无忧王 出世 那阿裕王出世的时候 照佛典的说明 是离佛 魅度 一百岁以后 那么其实呢 这很难证明 因为印度的心算历法 跟中国不同 而且没有明确地在佛典上 标示哪年哪月 因为佛经一定会说 一死佛在某某某 一死活着 这个一死啊 很难知道 是阿裕王朝的第几年 是孔雀王朝的第几年 不像中国这样的记载 所以无从之道啊 他的年月算数 不过 由佛经正确地记载 五百年后 真的没有阿罗汉 能 魅度 虐盘 肉身升到西空中 显现 十八形变 放出三昧真火 烧了 肉身成为舍利 这个没有了 所以其实五百年后 就正式进入相法 佛说过 我若令女人出家 我减损正法 那到了第三次就说 我若令女人出家 正法减损五百岁 这是有蒙切记带的 那换句话说 不是五百年 那佛教是不是到了五百年 就进入相法 是的 其实相法不是在今天 佛昧五百年 那这个佛昧五百年 这又有两种说法 一是佛历两千五百年 一是佛历三千零多年 那这是有很大的出入 换句话说 佛论述的记载 龙述出现在佛昧五百年 那这是否很容易记载呢 其实很不容易知道 也没有办法知道 龙述真的是离佛昧五百年 这可能是 因为龙述出现的时间 大约公元五世纪 那怎么会影响 而造成龙述是在佛昧五百年 佛昧五百年 应该在第二次第三次的佛典结集 就已经是五百年 怎么会到了龙述 还佛昧五百年 这是有很大的出入 那假如龙述出现在公元五世纪 你的记经已经一千五百多年 一千五百多年 那再加上个一千年 不是两千多年 从公元五世纪迹一千五百年 那想想看 再加个一千 两千五百年 那这是正确吗 这也不一定是正确 那就不是佛昧五百年 那就是佛昧一千年 光是佛历两千年就算不准 何况要算 周昭王二十四年以来 佛昧现在三千多年 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有很多 要记载正确是有困难 当然造成这个是有非常多的原因 那跟阿难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说 阿难尊者度女人出家 私无功 什么叫私无功 这个作用呢 当然表面上看 佛的僧团壮大了 多了这么多的女众 但是呢 整个来说 对正法是没有帮助 当然 是不是说 女众不会弘扬活活 也不是这个道理 而不是佛夫人改观 说众生不平等 男女是有别 没有这样的事 那到了法画经呢 更由容女来成佛 表示佛绝对没有男女 不同不平观 佛只有男女 自性平等观 由法画经的容女 八岁可以成佛 就可以证明 佛心广大 真的平等 那至于对正法 佛为什么要求的 这么严苛呢 因为啊 他三大阿僧起结 才证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以佛海万行里面所修 那光是布施的肉身 就比三河大地的围城还要多 那为法丧失 性命的机会呢 几乎生生世世都有 比如说未来修法 遇到暴虐的国王 要毁佛 毁生 要毁世 这样的记录 也多不可生顺 这样为法 所捐的这个生命 也是犹如大地为陈述 这三大阿僧起来 都是如此 这样 从出地修到实地 实地满心 才做菩提常 正金刚三昧 断最后一品无名 才得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化身 释迦佛来说 对于正法的性命 每一分一秒 佛都非常的珍惜 那看法法经的 佛对于弟子的授记 他们 佛妹以后 正法都在十二小节 或者二十小节 或者十二个大节 都是用大节 用小节来计算 没有像如来初世 在五拙二世 正法仅仅五百年 这跟其他的佛比起来 他为不足道了 所以佛当然是 出身说佛为教主 正法注释 甚难得 由如眼目 不可以减损 若人生命 重在眼目 若人无眼目 则如人施性命 那正法 就是如来初世的眼目 因为他三大阿僧奇节 修来的不义 所以他当然非常的珍惜 所以跟阿难躲捉迷藏 不令女人出家 都是回顾往昔 三大阿僧奇节 修行以来 今天成佛 好不容易 染灯佛授记 他有正法一千年 这怎能不爱惜呢 所以用八经法 来表示女人感激如来 令其出家 其恩佛恩无以为报 用八经法 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就八经法 也不足以感激如来 令他们出世 舍家剃头 这个恩都报不经 为什么 就如人 要报母亲生生之恩 就用荣华富贵 一辈子 每天寸步不已的 校养父母 都不足以报恩 是一样的缘故 那若想到 释迦佛十地满心 这个染灯佛 如来命前受尽 如以来世 江德成佛 好释迦佛 你正法一千岁 向佛有多久 这样的寿迹 历历在墨 那若想现在要令女人出家 忽然要减损正法五百年 那你想 佛的心会不会痛 佛心会痛 阿难看的只是说 佛妈 佛的姨妈脚会痛 脚会痛 阿难尊者看来心会痛 这只是世间的痛 那如来世 法身会命的痛 正法减损五百年 当然了 佛最后会令女人出家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释迦佛 你用化身佛来看 我绝对不让她出家 三大阿生七学 修行得来 正法一千年 要我的灰命减五百年 我佛寿八支年 已经够短促了 正法是我另一个寿命 还要减五百岁 但是 如来要是以法生活来说 那么法生活 没有所谓命长命短 法生活本身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以法生活来说 释迦佛 若身处法生活的地位 释迦佛会令他们出家 为什么 因为以法生活来讲 无始无终 法生活的复恋 能够让这些 正法减损五百年的女人 进入罪伤大城 法生活的复恋 令这些女人 恢复丈夫身 然后修行 六道彼岸 六度无极道彼岸 一切都尽得成佛 尽得成佛的原因 是法生活的立场 然后这些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